三州芙蓉抵杀花园的一个排屋单位 昨天晚上传出了神秘枪击案 一名华裔男子突然持枪造访 住有一名单亲妈妈和三名孩子的民宅 女屋主在晚上大约九点半 听到有人叫门之后开门查看 不料经见一个持枪的蒙面男子 受害者即刻把门关上 但是枪手依然开了十枪扫射房子 所幸的是他们四个人都及时的躲开 没有人受伤 目前弗龙警方已经着手调查 这宗案件追查枪手的下落 弗龙警方是在昨天晚上九点五十五分 接获投报之后派出警员和见证组人员 到现场调查 据了解事发时 屋主听见一名男子口操华语 在住家的门外高喊 受害者在发现持枪的男子之后 吓得躲回住家里 枪手随后开枪扫射 警方根据现场收集到的子弹痕迹 相信枪手使用的是重型武器 但是暂时无法鉴定枪械的型号 当局将会援引军火法令和谋杀条文调查此案